中產貧窮化 我們回到人民領導第三節 剛剛第二節講到很刺激 講香港貧窮化的現象 中產貧窮化 和70年代很不同 教授研究貧窮 可以說是香港的僑楚 你由70年代研究到2010年 看到貧窮本質的改變 貧窮人口的改變 當然最奇特的就是 收入不算貧窮 但是中產生活 收入不算貧窮 但是生活模式貧窮化 其實你看回整個現象 很多朋友分析 其實和地產霸權有必然的關係 譬如70年代 雖然你的收入低 但是租金又低 你的生活成本低 雖然你貧窮 你可以有很多方法去改善生活質素 就是你收入貧窮 但是生活的質素可能是較為豐富的 但是發展到2010年的今天 你的收入不屬於貧窮 但是基於那個租金和地產霸權的影響 包括你做生意的 根本就是幫租金打工 就算你不做生意的 你入到公屋就好一點 你入不到公屋 譬如你所講年輕的部分 可能一萬多至二萬元收入 但是你的租金 如果你自己住更加沒什麼可能 你找個人合起來住 隨時租金小小的單位 不要說在這個廣島區 你去到新市鎮 荃灣 將軍澳那些 一個小小的四百尺的單位 隨時要六七千人租一個月 變成你兩個人加起來兩萬元收入 已經去到你差不多三四成的收入了 變成地產霸權的 你要承擔租金和有關物業支出 佔了你的收入一個很顯著的部分 這方面和生活貧窮化的關係 也有必然的影響呢 貧窮有時可以說是一種心態 尤其是我們超出了基本生活問題的時候 一個人是否覺得自己是貧窮 很多時候和他的心態有關係 即是你雖然生活 剛才你所提的 如果賺一萬零二萬元的 如果收入來說不算貧窮 但如果你看回他自己的心態 覺得自己的生活 那個質素是怎樣的 那個住屋的條件是怎樣的 他自己可不可以有多些的 剩餘的錢去追求自己人生的 一些樂趣的一些目標 譬如很歡喜畫畫的 以為這樣的收入 他有沒有有錢去參加一些畫畫班 學習一些課程呢 我想沒有的 即是你應付了生活最需要 尤其是你提到住屋方面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剩餘的錢 來追求你自己人生 覺得是有意思的事情 而且這個問題也都形成的就是 即是其實分化了社會的事情 我叫做地域的分化 我經常和那些 如果我80年代開始 即70年代開始在美的時候 我開始在大陸裏面教書 如果我們一個畢業生 如果想在畢業之後 在香港島開車的時候 租一個單位住 或者慢慢可以買一樓 今天我跟那些畢業生說 你絕對無可能在港島區買到屋的 即是就算它環頭環尾收的彎 現在新樓你都一萬元尺 那你怎麽在香港島 那你唯一如果你的父母住在香港島 即是那你便真的出來 兩個合起來有三四萬元 你最多都是去到將軍澳 即是比較遠一些 那你可以買到一間屋 或者買到一個單位 而且那個單位 即是有時我想一下 小的單位所謂五六八尺 實質的容的面積 一個三百多四百尺 三百多四百尺 怎麽樣是一個理想的 不要說理想的字 即是我覺得真是很對不起這些年輕人 你住在這麽小的屋裏面 你怎麽有家庭的生活 我們經常說家庭生活 或者家庭是最重要的 你有個空間給人才可以家庭生活 好了現在住在 即是如果你申請公屋的 你真是心理準備 要是去天水華 要是去東中 即是去上水 即是比較真是很遠的 即是我們現在已經將社會裏面 如果你轉到港島區的 你真是中上階層你才行 如果你是年輕一輩的 你要去遠一點的新市鎮 或者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居所 但你要承擔交通等等的費用 又比較昂貴 你住所謂市區九龍香港 我想就很困難 如果你是沒有錢的 你真是要靠政府的公屋 你就真是有個商業準備 去到天空是那麼遠 即是我們現在社會裏面又分化了 這個現象很清楚 但是從那個貧窮的情況 或者那個貧窮的生活形式 已經是擴展到中產那部分 你研究了這個問題三十幾年 究竟香港這個貧窮這個現象 或者面對貧窮這個生活 政府也好 經濟上改變也好 有什麼出路 而令到這些貧窮的現象 或者這個貧窮的生活是有所改善的 我不敢趕出路 我覺得有兩樣事情 政府是 尤其最近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你政府真是要改變你自己的思維 我們才可以解決到那個問題 第一方面你講是地產敗權 地產敗權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即政府不為偏幫地產 在這一方面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即我一直來又 即這幾年我都是贊成福建居屋的 不是說之前你們人民力量 或者其他政黨問題 而我覺得 即特首都經常說我們沒有地 什麼叫沒有地 即我辦公室裡面看著西九 空了整十幾年 那些不是地 那些不是地 更加重要的就是 即我一直來我都是住在港島區 北角村以前是公屋來的 為什麼北角村不可以拿部分出來建居屋呢 我經常想一下 即我們今天搞成天水圍的情況是一個悲情的城市 因為八成的人都在公屋裡面 即是一個不平衡的社區 你看沙田好很多 因為它有居屋有私樓有公屋這樣 那你現在搞到港島區整整一下 山谷村或者是這些村眾者一重建的時候 我民村又要重建 它是否想給公屋 你現在是荒謬到連元朗村 元朗村當時是公屋拆了 是吧 即是想興建回公屋 元朗區議會的民選議員反對 是啊 所以你看香港很荒謬的就是 即是民主黨都反對在這個石梨興建公屋 所以你看到現在這些政黨的民選議員 真人富貴以名貧 我覺得如果我們從一個 宏觀一些或者整體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不過沙田為何不可以 譬如說我不是要求多一下 兩成做公屋 兩成居屋 六成私樓 即是你的想法就是 令到那個貧窮情況有所改善呢 居住是一個重要的 即是政府的思維要明白就是 你改善窮人生活 你不是只是改善縱緩 或者是給多些錢這樣一個問題 而是整體性去 即是衣食住行等等那些 可不可以是配套的整體的改善 即是這個窮人生活 你根本是當年物理號的想法 就有四大支柱 四大支柱 第二個說 即是除了這一點 即這個也都是跟地產法的權有關係的 即香港如果你繼續是集中發展 即我們金融和地產兩個行業的時候 才可以賺到錢的 不是說其他行業沒有的 即但賺不到錢真的 這樣香港的貧富的源泉好 或者窮人的生活 我不是說到最窮的那班 而是剛才我們收回中產的文化 就很難有所改善 即是你說六大優勢產業 講了三年做了些甚麼出來的 即你現在給那個畢業生 如果他不是從事地產和金融之外 還有甚麼的前途好看得出來的 那我想這些的問題 你證明一下整個思維才可以說 不是說提高中緩 好啦實質提高十個% 當然我很希望這樣做 即今晚可以提高十個%這樣 但這個不是解決到我們今天所面對的 即貧窮的問題 特別是中產貧窮化 即這些的問題就改變不了了 而且這個社會的怨氣 就是我一定要說就是 我們越來越侵略得很緊要 即怨氣就跟那個生活的惡化 對 生活惡化 有必然的關係 對 惡化 我們 我搞了三十多年書 以前我們畢業的同學從事社工 都可以好好安定工作 即自己出來做了十年半年的時候 可以用自己的居住單位 即六七八尺啦 即居住單位好好的結婚 生育略 在自己的行業裏面盡量進修 提升自己的水平 即你的社會要這樣才可以有安定有繁榮 如果不是做十年就back to square one 從頭開始 社工界面對社工界一筆各撥款 那個問題更加嚴峻 剛才提到房屋的改善 即你跟政府都交手了幾十年 即特別在港英年代你已經有接觸了 很多諮詢委員會你都坐了很多年 特別這個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你更加資深 你覺得現時的政府 在處理這個社會的問題 即社群之間的矛盾 跟你過去那麼多年面對的政府 在處理民生問題方面 經濟問題方面 社會政策方面 在那個處理的手法和態度上 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我以前是80年代開始的時候 我都坐過很多和福利諮關的諮詢委員會 包括社會諮詢委員會 有兩三年做過主席 我想這個其實是一個更加大的問題 以前諮詢委員會是發揮很大作用 我想你經歷過那麼多 即我們參與的時候都覺得有意思很多 但近以10年8年 即直接這麼說 很多人參加完之後的時候 都有個感覺就是 第一政府根本都不重視諮詢委員會 他覺得這個不是 可能他覺得你們議員 立法會議員更加重要 或者和你們溝通 和你們拿意見 或者你們所表達的意見 是更加重要的 變成諮詢委員會 基本上是投閒置散的 就是真的完全沒有什麼作用 但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尤其是近胡龜之後的時候 以前那個政策就是 就是下層裡面 由民政的專員收入民意 然後就給個不同的部門 不同的部門又給了諮詢委員會 來提意見 綜合了的時候 就給當時的政務司 這樣做一些把關協調 然後才給個港督拍板 但現在我覺得很多時候 就沒有了這個程序 可能就特首好 或者上面某些人 有一個不知什麼的觀念 或者對某些政策的看法 然後就指示下邊 你怎樣做 這樣做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 發覺不行就縮 即是專械或者是縮殺 即現在就 我即你會複複的我好多 你覺得現在民政專員有沒有做 沒用的 即我現在看法整個 我可以說 即Homer Fares 是很重要的一個部門 你問回張又見 他會告訴你 即你現在看回政府 譬如很簡單 第一政策文件的處理很不同 即以前的政策文件 一般來說 就任何大的政策的修訂 那個經濟 或者對那個政治的影響是怎樣 即會有一些評估 一些政治和社會的評估 近這幾年的政策 沒有這些評估 這些文件已經消失了 第二 教授說得很對 有時候政策制定 不知道要怎樣爆出來的 即沒什麼醞釀的 最明顯就是省電膽的政策 突然間這個施政報告爆了個 省電膽出來 先前完全沒有醞釀的 你這麼多環保政策 談了這麼多事情要做 完全沒有處理的 突然間爆了個 省電膽出來 最後就要慘淡收場 所以你看看 譬如港英年代 他行之有效的 譬如行政給納意見 利用他的諮詢架構 搜集這些意見 但是到了這個代議政制的出現 董建華就想了這個問責制 登任權接手之後 那個問責制自然名存實亡 也不知道誰問責 最近講習體負責 最近林公公一講到這個替代方案 其實講這些是在集體決定的 已經沒有那個司局長 每個部或者司長 自己問責那個機制 你看到現在整個政策制定的過程 整個管治班子 在一個政策制定方面 你現在之前沒有手拍足的 都不知去哪一個局長 哪一個時代 哪一個時候 是爆些什麼出來的 這個對管治很大 我現在從風力方面 就講到政策 我比較熟悉就是風力方面 我覺得以前真的搜集很多地區性的專員 或者官員 他們是接觸多些民眾的 我見到很多地區性的專員 根本上頭做什麼都不搞不定 就是你左邊右擺 你講一個問題 這樣替捕機制 如果我就有一個地區的官員 就是地區的專員 那我提到我的責任 應該是跟政府推銷那個政策的 是吧 那我今天跟街坊 或者地區的領袖說 政府現在有這樣的政策的內容 或者怎樣 可能過了幾天的時候 他又弄了什麼優化版出來 都跟不及 都跟不及 這樣都未講的時候 又說 已經轉變了 我們現在要諮商公眾的意見 這樣 如果我做完 我就從開始 就一句都不講 因為都不 廢事面猛 廢事面猛 但是另一方面的時候 我想今天真是政府跟市民 一般的市民真是團結的 就是你不要以為 就是傳媒裡面 就是吵得很緊要的東西 就算是替捕機制 我這樣講的 普通一般的市民 十個有九個都不知道 你搞到什麼 他唯一知道 就是政府搞一件事 好像他們又沒有了選舉權 那樣 所以他們覺得 就是不是很可心 就是現在已經是脫殺截 兩個不同的陣營 就是市民說市民 就是政府跟政府 而政府也都 就是不是說真的 將市民的意見 綜合上來 成為自己的政策 有時真的 我覺得很多政策 是掌觀意志 就是我舉了一個例子 那不是一個例子 就是他說 前那三四年 講那個 就是生口金 要入室審查 因為入室審查 我已經 就是當時我跟政府的官員 這方面做一些的研究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市民是會很反對這件事情 如果你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會聽的 就是我覺得 你完全做一些事 是跟一般市民的議員的想法 是相違背的時候 你一定撞板的 這個可能是某些官員 自己的主官議員 但你看回社會福利 你最熟悉 剛才你也提到 社會福利政策 譬如以前 就有白皮書的 是的 也都有五年 或者十年 或者十年的 社會福利的計劃 那麼你看到 咦 未來那幾年 每年會建幾多個青年中心 每年建幾多個 就是中學家庭服務機構 那些老人中心老人院 就是你看到那些計劃 但是突然間 在毫無這個討論情況之下 那些十年計劃沒有了 2022年就消失了 全部沒有了 那你的社會福利 究竟那個人口增長是怎樣 將來的發展是怎樣 完全沒有了計劃 究竟你什麼時候 有一個老人院 也不知道的 就是這個社會福利這個這樣的改變 其實反映整個政府的行政 當然是沒有了方向感的 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你教授 我覺得那個機制未必是好 好像以前那樣的 五年計劃 十年計劃 因為現在社會轉變得很快 這樣的規劃未必可以 復合到社會 那你都起碼三年沒有五年 最重要的就是有機制能夠反映到市民的意見 或者業界意見綜合去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平台很重要 它最近出了社會福利規劃 現在又建議有平台 我想看平台可不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我過去十年沒有了這些規劃的時候 變成大家都不知道張學應該怎樣去做事情 就是作為一個機構轉換的時候 也都不知道政府有什麼想法 你教學生都不知道哪一年 要生產多少學生去針對什麼服務發展 不知道 現在亂了大龍的 現在亂了大龍的 現在最可惜的就是 我想不一定要有好像以前那種規劃的模式 但是那個機制要保留 我覺得最可惜就是 當時是連那個機制取消了它 沒有什麼替代 沒有什麼替代 可能有一個特別的 我聽回來有一些原因 可能政府不是很歡喜社聯 社聯是做統籌 或者經常覺得政府現在發展風來的時候 那個重點又不是這樣去做法 總之我覺得取消了那個 由下而上的一個機制去吸納民間意見來成立一個政策 取消了他們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事情 搞到今天很多混亂 教授你剛才說了很多東西 第一你都看到那個管治的制度 管治的模式出了很大的改變 而政府吸納這個所謂一些的專才 譬如教授這一類 給一些意見又不是好聽 而那個經濟體系又出現很大的改變 那貧窮人口那個情況 亦都出現這個民怨民憤 不斷上升 你怎樣看將來這個境況的發展 和政治制度有沒有任何的機會 會透過某些改變 而令到這個問題不會出現爆炸性的情況呢 當然最理想就是有普選 雙普選 特首的普選 立法會議員的普選 但很現實地說 我想我不是很樂觀 因為自己也參與過特區政府 籌議會 亦都經過法治商也參與過 我想中央政府未必是存在 即中間存在一個不信任的 即作為一個中央政府 亦都 我自己覺得很難期望 他真的放手給他趕緊 當他不相信一個人 即正如你有子女 你不相信你子女可以自己搞定自己 你會不會完全放手給他任去做事情 你都不想的 所以如果仍然存在一個不太放心的情況之下 我想中央怎樣都會透過很多關卡 就是所謂不要失控的情形 如果這個政制方面 不能夠完全去到一個普選的情況的時候 我唯一的盼望我們可以真是 改善到整個政策的制定過程的時候 我想我們要回復一個 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過程才行 官員的或者尤其是將來的特首 真是要很誠實的 真心的聽取市民的意見 如果仍然好像現在的情況 差不多由上而下定了政策 就推下來的時候 我想改善不到市民的生活 即不止不止 還在社會裏面蒸雷到很多的怨氣 怨氣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不溝通的時候 大家不接觸的時候 等於我和我兒女下 如果不接觸的時候 大家互相猜忌 更多的對立 這樣大家越搞越禍 我想尤其是我們讀社工 其實很明白 所謂relationship的問題 大家的關係 如果搞得不好的時候 我想很多事情都會發生 有時候我覺得 所以未來下一年選特首的時候 我真是希望 如果入到1,200個選委的人 真是從這個角度想想 去選一個特首 是可不可以很誠實的 聽取市民的意見 我想這是最基本的 我一定說我真是不樂觀 我覺得現在整個社會的氣氛 或者整個政府 就是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是跟市民之間大眾 有一個很大的紅溝在這裏 這個紅溝也都不是一枝一枝可以填平 教授說到社會的怨氣和紅溝 和管治方面和社群的矛盾 在社群的矛盾方面 貧窮人口 或者貧窮的人士 很多時候就是社會動盪的根源 你自己覺得香港 生活在貧窮之中的市民 對將來香港社會引致到社會階級的矛盾 社群的矛盾 社群和政府之間的矛盾 甚至將來將矛盾 推向一個較為動盪的邊緣 這個機會大不大呢 你看哪些是窮人先 如果只是拿綜援 或者拿生活在綜援水平那班的時候 這班人在過去我們所建立的福利制度 其實是保障到他們的生活 我想他們想改變社會 或者使得一些福利的轉變 我想他們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尤其是最近最低工資 如果是承認得好的時候 遲些家庭津貼 如果是又幫到一部份低失業的家庭 我想最低那個階層的市民 就不會好像你說進行一些的改變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我們要擔心或者憂慮 就是正如剛才所說的中產貧窮 一班二、三十歲、三、四十歲 不是說沒有手法教育 不是說沒有技術 而是在於現在社會裏面這樣 向地產經濟 我們的產業集中於金融和地產的時候 會有百多萬 即我差不多去到三日之一 我們勞動人口是對自己的生活很不滿 對政府的施政不單止不滿 我覺得是憤怒來形容 即是對於社會裏面給他們的機會 對於自己的前景是看不到的時候 我想這個會成為我們社會動蕩的源頭 今天很高興聽到教授這麼深入的分析 至於中產貧窮化的一群 在推動社會的改變和矛盾方面 究竟政府有沒有好的方式去舒緩社群的不滿 我們拭目以待 今天再次多謝教授 有機會再跟教授談談各類型的社會政策 或者社會的問題 好 我們再次多謝教授 拜拜 拜拜